台灣棒球啦啦隊已經被外籍傭兵攻佔 正如我前幾支影片提到的 即將開啟一個大啦啦隊時代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Dpman 繼李多惠、安芝萱、顯迪其後 金傳右翼重磅外援加盟 如果最後不是其實也沒關係 就當看美女 那我們影片馬上開始 李浩珍出生於1998年6月2日的韓國釜山 身高172公分 IG頻道由6.7萬人追蹤 2021年由韓直三星師啦啦隊出道 曾經擔任過足球的啦啦隊隊員 2023年被南韓職棒樂天巨人招募擔任啦啦隊隊長 也是繼安芝萱、普其良的後期之秀 剛出道李浩珍因疫情戴上口罩應援 並沒有受到太多注目 但當一脫下口罩後驚為天人 立刻漲粉不少 而目前台灣的樂天桃園有李多惠 星球隊台岡雄英有安芝萱 我超級富爸爸漢將在雜錢上怎麼可以輸給別人 當然也要有個外援 而雖然富爸爸漢將在IG宣傳片上只放了背面 但真相只有一個 眼尖的網友靠著美甲 推測極有可能是南韓古山女神李浩珍 小兵也沒否認 看來可信度不低 不過由於富邦漢將今年已經打完收工 所以最快也是要明年3、4月才會亮相 不然就是富邦勇士上場 但我覺得機會不高 另外就是今年6月李浩珍也有來台灣參加樂天蠟年高趴互相交流 也算是先鋪陳試水溫 目前看來風評不錯 不過也有球迷抱怨舞越來越難跳 我就問你到底是去學跳舞還是去看棒球的 當然是去看拉拉隊啊 所以這個抱怨駁回 而現在看來樂天台岡兄弟都還算有誠意 目前剩下魏全龍跟統一師了 等你們的好消息 不要以為找山上優雅開球可以呼嚨我們哦 回到李浩珍這邊 我其實比較喜歡他短頭髮的樣子 不知道大家喜歡他哪種造型呢 以及大家還有推薦魏全龍跟統一師 可以招募的外援拉拉隊嗎 好啦,今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您的讚許是製作影片的原動力 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訂閱按讚或留言 如果你討論 我是V-Man 我們下次見 掰掰